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赵丽早上还是骑小摩托 去找海哥吃早饭 海哥起的都比我早 他每天就是到吃早饭的地方 坐下了 喝完咖啡 然后才喊我 然后我再去找他 让我多睡一会儿 这两天我确实是好累 就是冲浪 冲浪就是到晚上以后 几乎就是晕倒在床上的 先去吃饭 我刚打扫了一下卫生 然后收拾完洗了几件衣服 现在准备出门了 太热了 我就把头发扎起来了 对了 我前两天买了两个眼镜 然后我戴上给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买两个呢 我当时就在想 要是我两个都想试一下 要是有一个保抗 我就送给森哥 一个是这款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款 我好纠结啊 我好纠结 我在想 我送他哪个呢 然后要留哪个呢 你们帮我选一下吧 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朋友 送了一个 自己家中的大菠萝蜜给我 今日份穿搭 我今天穿了森哥 给我做的鞋 然后现在库尔勒的温度也已经到了零上三十度了 所以就也基本可以穿短裤了 所以我今天穿了短裤 之前有网友给森哥发信息说 说发私信说 说想让我出一期穿搭的视频 就是我平常穿衣服都特别的简单 就是白T恤 白衣衣都是一些基本款的衣服 所以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品牌 也就是无银良品的衬衣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白T恤 因为我不穿裤子 所以基本都穿裤子 就各种各样的裤子 拿回来以后海格把菠萝蜜给扒了 但是他跟我说 他们其实都不爱吃菠萝蜜 因为这边种的很多很多 几乎都是烂在家里都没人吃 半个菠萝蜜剥了这么一大盘 其实这是欢姐的最爱 但是剥菠萝蜜的手 你们看剥完了特别黏 黏的都拉伸 然后洗都洗不掉 森哥现在就冲浪上头 然后他这两天天天都泡在海里 也基本没有时间理我 所以我就想 我闲下来刚好有空了嘛 有空了 然后就拍一些我在新疆的日常 给大家 我一会就准备要出门了 一会见呀 海哥他们要开始工作了 制作冲浪板 最近白天还是挺热的 白天工作还是挺辛苦的 我什么都不干都一身汗 太热了 这个是芊燕 一个日本的织板师 在海南已经十几年了 不行我扛不住了 我要出去兜个风 喝个绿豆汤 我刚在路上 然后接了一个电话 就是我之前视频里发过 有一个好朋友叫夏提 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咖啡师 就是特别有才的一个小伙 然后他刚给我打电话 说他失业了 这太突然了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他家看一下他 下午出发之前 大家都在讨论冲浪的技术问题 本来我是想听听学习学习 可是听了半天 发现一句都听不懂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继续下海 每天进步一点点 不着急慢慢来 继续练习 今天人好少啊 这两天浪有点小 所以说专业的浪人们都不愿意来 但是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 浪小点 练习还好练一点 挺好的 下集的家在我们这个 库尔洛市周边的一个农村里 就是两边都是这样的小房的住户 然后还有好多的果树 桑树 你看看夏提颓废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失业了 你失业了 没事的吗 没事 快车里面有我买的牛奶和西瓜 后面吗 对那个副驾驶 我现在来到夏提家了 已经 先炒到这个 先把猪蜥放在里面 就这样翻下去 就转进了 那边 那边就到时间了 然后 这个脚摸到脚尖寸 脚抬起来 终于要抬起来 这样滑下去 好 我试一下 后面一个不要着急 头抬起来 看着沙滩滑水 滑水加油 加油滑 身体不要动 再来 头抬起来 各位 他们家门口看到了一个特别小的桑子 说只有这么大 熟了吗 这个桑子 对 那让我再看看你 好吃吧 甜不甜 你这个发型还怪帅的呢 就特别像那个难民 你摘几个吗 你摘两三个 我们带回家 看看夏提 现在头发发型也没了 胡子长这么长也不剃了 你在事业一天 像事业一年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太累了 体力几乎是耗光了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进步 还可以 昨天我觉得强了一点 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一会还要再下去一次 现在六点半了 我再下去半个小时 七点烧摊 一会儿 带大家参观一下夏提的家 现在简直就是无处下脚 然后我问他 我说是不是收拾了一晚上 他说他不想动 他心情也不是很好 墙上这些全都是他自己画的 自己拍的照片 然后我们就想到 现在要去买柜子 要把这些他的这些咖啡的杯子 然后还有一些杂物 要收拾收拾 所以我们俩决定去救货市场 现在外面天已经黑了 现在外面天已经黑了 我在这里他俩在喝酒 我在喝这个酸奶 今天就这样吧 你在干嘛 你要跟我干个杯吗 给大家说个碗 烧摊了 今天烧工了 回去了 挺爽的今天 你看海边的气啊 吃饭就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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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就饿死了